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時讀完MBA 究竟是留在加拿大 還是回來香港 我是讀雙科 我都說香港是金融中心 香港的金融可能是 好像是 重視程度比加拿大更加重視 暑假的時候 做一下助教 繼續想想自己的未來 做助教的時候 問教授 看看發展 在那一年的夏天 看到《信報遺憾》 看到的就是收購戰 因為我讀MBA的時候 已經看到這些 股票上的收購戰 香港也有這些 你也知道香港原本的文化 當時是英資時代 其實不是有這麼多的 這些敵意收購 反而資地去喝牛奶的時候 我還未解釋 不是那麼了解清楚 是聽到這些 但到九倉這個時代 更加認識收購戰 敵意收購 你們這些 看到香港也開始 都幾實力 還有在那時候 第一次就認識到獲多理 所以我打算 不如回來香港看看 香港現在都 有很多商業活動 都開始蓬佩 好像西歐那樣 有些大型的東西玩 幾興趣 80年 80年 80年秋天 我在書架 書架的時候就是夏天 我十月回來 決定不再讀了 讀商科 進入商業社會 比讀書好 所以我十月回來 十月回來 申請了一堆銀行 我回來的時候 不是旺季 但很幸運 我回到80年 香港股市 那時候是一個熱潮 即是高潮 因為那時候 街營那一堆 開始來炒地產 地產是79年上的 所以就 預證股市場 等人用 等人用的時候 所以我去見工 那時候 根本他都 不用問太多了 你上班 何時可以上班 那個好像叫 英天八個 英天八個 其中見我的一個 你何時可以上班 何時可以上班 那我 隨時可以上班 十月就開始上班 我都說我十月回來 十月中回來 很幸運 都不用一個月 就找到工 十二月上班 真是很幸運 真是很幸運 亦都進入了 惡多利 我都說了 惡多利是當時 最大的商人銀行 因為匯豐的地位 差不多都是半個 這個中央銀行 這樣的地位